大家好,我是红鹤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创业脱口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社会的现实 劳动不能致富了 我们父辈,祖宗辈都告诉我们 红鹤,你得辛苦劳动 你才能够发家致富 只要肯吃苦,肯出力气 你就能够致富 可是现在大量的社会现象 社会的发展 告诉我们 我们即便辛苦,即便劳动 也不能够致富了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外部的原因,内部原因 自身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和时代的变化 我们今天不再分析 总之这样的事实 已经成为我们面前的一个阻碍了 那么我们就要改变 说我们既然面对了劳动不能够致富 你比如说现在工地的工人 他们劳动,他们辛辛苦苦的干活 能致富吗 有人说了,说劳动不能致富 但是吃苦能致富 这个吃苦已经由了什么 由身体上的出大力 变成脑力上的吃苦 这句话我是认同的 那么如何能够适应这个时代呢 来改变劳动者不能致富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呢 今天红客谈谈自己的想法 说以前我们只干活 不会说就错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出力的靠出力来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转变成能写会说能表演会抖 抖呢 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吧 有人说说这个太俗了 好了 那么我们总结四个 不俗的 是我们正在发生的一个事实 你看看你适合哪个 然后再结合哪个 我们没必要教条和批判 我们应该适应 作为我们一个大众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应该适应他 这四个 第一个 我们的体力已经什么呢 已经不值钱了 我们的脑力如何能够变成我们的人民币呢 就其中需要一个叫做社群化的运营 说我有脑力 但你的脑力如何能变成人民币呢 说我可以纵筹啊 我的想法 你有想法 有创意 如何能够变成人民币 你首先要有一点社群化的运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二年再也不看营销方面的书了 也不除这方面的书了 反而关注了什么 关注了人性方面的 和社群营销方面的 比如说我们看乌合之纵 组织行为学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群体营销 OK 第一个词出现了叫做群体营销 打个比方吧 说你现在微信好友当中 你只有一千个人 如果你靠你个人的聪明才智 你来跟他们进行一一沟通 你也不能做变现 对吧 但是有的人呢 是什么呢 是把这一千个人变成了五十个人 然后呢 提供了一些价值 一种口号 一种想法 反正总之会让他们调动起来 什么大家的积极性 有人说是洗脑 反正不管什么样的词 总之这五十个人就认定了 我们一起来干一件事情 结果呢 就变成五十个群 你想想你的人的 一个人的力量再大 你能大过这五十个人吗 我们再来说一说 G12的组织发展史 还包含了我之前所说的自运转和什么和重运转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都是社群化运营实战链前当中的一个核心 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 特别是普通人 我们更应该什么 加强这一点 提高自己的社群化群体运营的能力 不有那句话吗 说一只鹦鹉能够带动很多很多的野狗 野狗听鹦鹉了 是什么呢 是鹦鹉能够提出一个口号 发布一个示令 所以我们才说嘛 如何把我们的情怀 如何把我们的兴趣 如何把我们的口号 如何把我们的一种思想 能够调动起来 超过你五十倍的力量 你就成功了 什么叫五十倍的力量呢 比如说你呢 一个人能感到十个人 但是呢你能能感到五十个人 要五十个人 每个人都能感到十个人 那你就牛了呀 这就是社群化运营当中的核心 这种人一定是未来的什么呢 成功者 要比我们以前啊 出苦打力的人要强 有人说说我只会出苦打力 你想过没有啊 如果你身边的人 全是一个这样层次的人 你能能调动一百个人 人生当中只要调动一百个人 前期调动十个人 十个人再感到十个人 一百个人 你也要比现在强大 这是一个什么现实 也是一个残酷的现象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自明星 说呢 我不能够出苦打力 我给做我的自明星 自明星一定是未来致富 或者说未来 不被淘汰的一个方向吧 除了社群化运营 就是自明星 自明星 你比如说 你可以写 也可以赚钱 即便平台不给你钱 你可以通过你的血 变成什么呢 变成你的价值 评论 软文 宰广告 你可以说像今天红客这样 你看现在新三农的这些人 他通过自媒体 也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上周有个小朋友 我是建议他做抖音和做短视频 结果人家什么呢 人家做了才不到十天时间 有一万个当地的本地的粉丝 他专门做吃喝玩乐 现在有很多很多石达店的 或者说餐饮店这帮老板找他 说你能够给我拍一条短视频 一条短视频 人只收200块钱的制作成本 这个小朋友现在已经什么呢 就是财务自由了吧 相当于 就是我 我玩着 我又把钱赚的 我也不需要打工了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 还有我说了吗 说抖音拿到那些女孩 上到大学呢 就有服装公司来找他 说我月月给你服装 你只要什么呢 只要拿到我的服装 显摆显摆抖一抖 我还给你钱 还要你免费穿衣服 这个女孩说好吗 有这样的吗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是第二类人 第三类人是什么呢 是除了自媒体网红之外 还有个叫做什么 叫做贩卖人际关系的人 以前的二刀饭是贩卖产品 贩卖产品不值钱 被新零售被直营所取缔了 取缔中间山 可是现在他由贩卖产品变成什么 贩卖人脉关系 打个比方吧 说我是一个创业者 我是做自媒体的 我有没有产品 我没有产品 有没有有供应链 S级的供应链平台 有 我有没有消费者 我没有消费者 但是我可以把消费者和供应链平台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这个过程当中 咱说的粗粗一点 就是贩卖了社交化的人际关系 人不是你的 产品也不是你的 你这么一对积 有时候那不就是广告吗 除了广告硬性之外 你广告你没有见着我吗 但是我今天一贩卖的话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消费者也了解我 S也了解我 我对任何人的关系都更近了一层 都有了一种相互 最起码你点赞了 你转发了 你分享了 是吧 未来像这种贩卖人际关系的二道贩子 也是一条出路 打个比方吧 合伙人说你创始一家企业 你现在需要500万的融资 那么你这个商业模式 你这个运营项目都非常好 天使投资人也在找项目 天使投资人找不到你 你找不到天使投资人 忽然之间红贺出来了 红贺说了 说我就是创投领域当中的人 我没有钱 但我可以帮你来运作 结果 结果你就承诺了我 说如果运作成功 你可以给我3%的分红 好了 同时还给我承诺什么什么 那么我就可以把你的项目 当成我自己的项目 吹牛逼吗 然后对投资方说 这个项目是我们联合创始的 像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有人说那不就是二道贩呢 对的二道贩子 现在不一定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贬义词了 对于社交化关系 它可能是一个连接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 贩卖二道贩子的关系的人 就是一个链接的关键点 我们可以称之为触点 触点链接点 对于我们的商业 对于我们的社交 重不重要 重要吧 我再说一个 说我就想进入某一个互联网 最精英最精英的一个社团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人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找到我 可是忽然之间我跟红贺是朋友 那么我就担保说这个哥们非常棒 我就跟这个群体当中说了 然后我在这个群体当中又认识了五个特别棒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报来推你进来 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人脉的二刀贩子呢 当然是了 我对于平台而言发展了一个什么 一个关系 但这个关系又什么呢 又通过我的主线 让他也感觉到有收获 中间做了一个链接 像这种商业的链接 社交的链接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才提出一句话 叫做你要想打造你自己的品牌社交化IP 你要想打造你自己的社交化影响力 你有没有这些连接点和这些触点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商业当中的一个核心 还有最后一个就第四点 未来的商业成功的一定是协同的 懂协同的人 什么样的协同呢 以前我们做事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有产品 我努力的付出所有的资金人脉 投资产品管理都是来自己 这叫脚查实地吧 这叫什么呢 这叫劳动支付 错了 这种思维一定是最错误的 现在叫做协同 协同是什么 你可能协同一个产品 你可能协同管理 你可能协同关系 还有什么 你协同协同的人 这一点是最牛逼的 你协同了能够协同的人 你比如说你现在做自媒体 想做好一个短视频 你协同了红客 红客再协同别人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比红客还牛逼 因为你手里有什么 手里有20个红客 你什么都没有干 协同 创业协同非常重要 好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 劳动支付已经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现实了 我们不能够在什么 再把劳动是美德 脚踏实地是美德 你美德 你没有钱 没有钱 咱就不美吗 是吧 有人就骂红客 说红客 你他妈没有钱 你有本事亿万富翁 你看咱美吗 咱讲的再多 咱再语重心长的掏心窝子给大家聊 大家都会骂骂我 总好像认为什么 认为有一天亿万富翁跟你有关系的 他不会瞧得起身边跟他同一阶级 或比他高一点的人 真的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 叫做如果有一天你不是一个什么的上帝之手 我都瞧不起你 只有上帝才被崇拜 所以那些高大上的之所以锅韭菜 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的 一个拯救世界拯救这些屌丝的人 他不给你谈感情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给你谈感情是一种付出 他付出到自己高大上的装逼的那种形态 也是一种付出 人只能付出一次 因为是有成本的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脚踏实地的死心痒的不行 要像红鹤今天这四点你选择一条路 只选择一条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我是红鹤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 社会当中的一些经验吧 也是我过来的一些感受吧 总结这四点可能不恰当啊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好 中秋节快乐啊 希望每一个有良知的好人都能保护好自己 同时也能够赚得到自己应该赚的钱 我相信未来的社会一定是好人好品才能赚钱的时代 忽悠大骗子的时代已经了结了 但是我们这些好人好品也不能太实在了吧 太实在了就会被别人欺负 被别人瞧不起 拜拜